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墙的外头 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在这个墙根这 来回的溜达 这个外边有风 可是小伙子这脑门这呢 还能看见汉 过了一会儿呢 墙里边有人就说话了 听出来是个女孩子的声音 你是谁 我是我 天方盖地虎 包他这河妖 有人说这是威虎山的故事 这不土匪对暗号吗 不对呀 这里边说话的呢 是本宅的小姐 小姐今天十五了 这个岁数 您家里有闺女都知道 十五岁是一个很危险的岁数 该明白的不该明白的 都已经四明白四不得明白了 人大心大 一眼没看住 就保不齐干出点什么来 头半个月 姑娘在自个儿家院里放风筝 哎 一下没放好 风筝掉在院墙外的树上 姑娘说这怎么办呢 让丫鬟搬梯子吧 她自个儿蹬高去垢 等身子的一半都露出墙了 就发现 对着自个儿这棵树 墙外边也有一棵树 小伙子呢 跟着背诗呢 小伙子读书人 长得也不错 挺精神 因为古代文人秀在 想出头露面 就得是科举 诗词歌赋天天都得背 尤其这小伙子 这个岁数正是努力的时候 哪本书正在攻读呢 找前孙礼 周诺正王 阿沃沃波蓬沃佛哥克赫 喝 跟着一背 小姐一听太棒了 四个字的评语 叫方心安徐 咳嗽一声 年轻人一回头 四目相对 以时间郎情 惬意 哎 按说呢 这姑娘就应该 问清楚小伙子的来历 让自个儿的爸爸 打破人扫进扫进去 要么呢 就让小伙子回去 跟家里人说 找个媒人 说个说个 过去十五六结婚 有的是 甚至那个十五六生孩子的都不新鲜 可姑娘呢 想一办法 这个办法比较简单快些 就是私奔的 俩人约好了 今日此时打算亡命天涯 就在姑娘打算从墙头往下跳的时候 院子里边呼啦超来了一帮人 把姑娘嫁回去 把小伙子绑上了 甭问了 本家早就埋伏好了 最后的结局 小伙子轰出去 前程尽弃 姑娘呢 反正难过了 后来嫁人了 生了好些个孩子 美满幸福 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了 青春期的爱情是相当不稳定的 来得快 去得快 最主要的 得提醒那些 自以为遇到爱情的小伙子 爱情是你们的 媳妇可没准是人家的 有人说了 说您刚才说这故事是真的吗 嗨啊 您都这么大岁数 什么不懂 这不就一说一乐的事吗 是不是啊 但是呢 咱们得划分两头 就是历史上 像这种私奔的故事 有 而且有很多 比方说 司马相儒 桌文君 那这是上了正史的私奔事件 还有就是像明清小说里边 小说家 根据道听途说的一些个消息 编钻而成的故事 虽然这些故事 那都大同小异 有真有假 可是呢 谁都不能愣说 它没发生过 有句老话 叫穷养儿 富养女 穷养儿啊 都知道 那是为了磨练自己的孩子 将来能当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为什么要富养女呢 那我在很多节目里其实也提到过这个 就是要让闺女有见识 有阅历 咱也别说天下的东西都吃过见过穿过带过吧 但最起码 好奇心 不能太重 那你是真让闺女太苦了 什么都没见过 来个坏小子 弄根冰棍就骗走了 古代像这种事情很多 你像过去大姑娘不讲究吗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能接触到的男人 除了他爸爸 估计什么人也没有 史料记载 咱们有一位大清官叫海瑞 海瑞 海刚风啊 海青篇 他的女儿 就是因为在家待着 家里那个男仆人 递给他一块饼 姑娘吃这个吧 他吃了 吃完之后 他爸爸急了 这个人家给块饼 你就吃了 还了的吗 得了 就把闺女活活给饿死了 所以说 这方面确实是真的 你这个情况下 来个同龄的美少年 能不勾起姑娘们的好奇心吗 成语说的好啊 这个好奇害死猫 是不是 反正是不是成语不重要 道理是这个道理 另外还有一个途径 也是能让过去的姑娘们啊 胡思乱想 就是艺术作品 你看这个《红楼梦》里边不就说了吗 林黛玉 读了《西乡记》 整个人变得多愁善感 很多大人呢 为什么说 一看孩子们过早 看那些情情爱爱的书 他担惊受怕呀 这是主要原因 不过您得这么想 你看 不光林黛玉读过《西乡记》 任薛宝钗也读过呀 任薛宝钗读《西乡记》 怎么就没多愁善感呢 反而长了不少心眼 所以这个事情还是分人 不光是影视作品 老年间的一些个表演艺术 也曾经让一些个少妇少女的内心世界 发生化学反应 开头为什么我非要说咱们讲那故事是元朝呢 因为在元朝有一种很有影响力的表演艺术形式 叫元杂句 元杂句呀 说是叫元杂句 可它不是元朝的时候才有的 宋朝就有了 更准确点说 应该说是金朝 就是让岳飞啊 追着打了那个大金 那个时候商品经济很发达 您打个清明上河图 您看看 里边卖什么都有 你包括卖艺的什么的都有 元杂句就是比这个稍晚的时候开始进入民间的 为什么咱们非得强调是元杂句呢 因为它在元朝兴盛的 最早那古代的那种你说音乐会也好啊 小信也好吧 都是给达官贵人看的 平头老百姓家里边养不起乐队 可是那个年头你说能养乐队的 他也不是普通人呢 是不是 他都是上流社会才能看的玩意儿 老百姓 后来慢慢能接触了啊 到能接触的时候 那是演员都能出来了 外边演 哎呦 大伙高兴坏了 太新鲜了 演戏的是为了挣大家的钱 要迎合普通百姓的口味 表演的东西呢 就开始有那种通俗的剧情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融合以后 元杂句这种形式就算是确立了 元朝贵族也喜欢这种民间艺术 有的人就开始往这上面投资 当然了 他投资不是为了组个团出去挣钱去 是为了自己看 但是上行下效啊 官方的人这么一推广 这种形式在民间就更活跃了 所以元杂句在元朝迎来了黄金期 我记得以前咱们表演界艺术界有一个故事 说是我们的电影前辈陈强老爷子 就是陈佩斯老师的父亲 早年间演过白毛女 还演黄世仁 因为太投入了 结果台下看戏的士兵当真了 越看越生气 越看越生气 端起枪来就瞄准 幸亏有眼尖的人发现情况不对头 这才拦下来 这么多年经常有人说这个事 头一个咱们得说老爷子的艺术水平高 再一个得说这个戏写得好 同样的事情呢 在元杂句那个时期也出现过 您知道有一位官汉清啊 写了一个千古的名句叫斗鹅园 斗鹅园这个故事咱就不用介绍了 因为几乎都知道 当时这个剧的轰动性太大了 所以里边扮演反派角色的演员 一上街啊 就孩子们追着屁股后边骂他 偶尔的还拿烂菜帮子什么的 就这么扔 这还算好的 斗鹅园毕竟是个社会题材的作品 原杂句里边还有不少爱情题材的剧 你比如说林黛玉看的《西香记》 那就是根据唐朝小说改成的原杂句 又比如说什么牡丹亭啊 汉宫秋啊 杨贵妃这类的 全是爱情题材 很多大户人家的小姑娘 看了这些个东西 难免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 当然了 刚才咱们片头讲的那个故事呢 那姑娘估计也是一时没明白 想明白了就发现了 没那个秀才好像也并不影响 自个儿的生活 结果呢 该嫁人还嫁人 有人说了 说原杂句这么好 怎么就没了呢 也有人说 说不是没了 是变成了这个其他的剧种了 反正要这么说也对 确实咱们现在很多这个传统剧目 还有他的影子 但是原汁原味的原杂句 肯定是没人眼了 之所以慢慢的演变 最后又慢慢的没了 主要是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他跟不上时代的需要 举个例子来说吧 您都知道传统戏剧都是音乐伴奏 唱点作答 伴奏 这伴奏呢 也是有固定的模式 你比如说京剧里边 皇上登殿的时候 这个曲牌叫朝天子 散场的时候呢 有那个尾声 当家的不同的时候 会有不同的牌子 时间的关系 咱就不细说了 你们要说这个 说三天说不完 这是戏剧城市化的东西 原杂句比这个呢 还要城市化 所以说这个 简单来说吧 一出戏呢 有四场 一场呢 十个曲牌 不管你这一场剧情怎么变 就只能是这十个音乐 不允许你换 这个 要常看原杂句的 他能从第一个曲子 跟着唱到最后 你记忆力在差点啊 你这记四首歌还记不住啊 那你说时间长了 他就没人听了 还有一个核心的原因呢 可能就是 没有人给写新戏了 都知道 原曲四大家 关汉清 郑光祖 马志远 白璞 这个四位爷里边呢 这个郑光祖和 马志远呢 凭借自己的学问 当过官 白先生呢 是官宦人家 叔叔大爷 都是近士 都是近士 他爸爸还进过 大金朝的书名院 要不是因为 当时社会不太平啊 他早就考中功名了 就官汉清的经历 稍微的特殊了一点 家里边是当大夫的 给人家瞧病 元朝官府 给他们家定的身份 就是医护 也就是说 这家人只能当大夫 要不然 他保姆心能考得中 那为什么这些人 会搞起了剧本创作呢 就是仕途不顺 元朝的贵族 对于科举啊 不太重视 文人想通过仕途 走一条通天大道 几乎就是不可能啊 一肚子学问 当官当不下去 为了活着 也就都改行了 咱们相声里边 不是有八的改行吗 说是一人活不下去 改行了做小买门 元朝的时候 这个文人他活不下去 那怎么办呢 娱乐行业更是如此 鱼龙混杂 但凡有点折 都不干这个 上学的时候 各位都听过 关汉清的名言吧 我是个争不烂 煮不熟 锤不扁 炒不爆 响当当的一粒 铜弯豆 好多人都说了 这可是个名言警句 可是各位 您不太知道 这铜弯豆是什么意思 那个年头 他过去 妓院里边 那个老瓢客 才叫铜弯豆 您听听 官的爷给自个儿 这个比喻 反正您自个儿 细琢磨吧 元朝末年 有一本书 里边记录了 140多个戏剧演员 里边有 30多个男演员 100多个女演员 对于咱们 现代人研究历史 很有帮助 可您各位知道 这本书叫什么吗 您记住了 这个书的名字叫 青楼集 我在好多场合也提过 古代青楼 不是您各位想的那件 它也是分很多的档次 但那个毕竟 它是个风化场所 演员都给归的那一类了 您想一想 那些文人们 他能死心塌地的 做这行吗 后来明朝建立 科举又重新的受到了重视 文人呢 又能走上仕途了 他们一撤梯子 这行好像就不行了 当然了 这些个呢 也就是唠一个 咱坐的屋子里边瞎猜 你比如说 这四大家也好 或者说是这个 很多编剧家 编出一些个新剧目来 观众们看 看着看着 说后边就是因为没有新剧目了 观众不看了 那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行有句话 生疏熟悉 听不腻的取义 看戏 其实越熟的越好 观众们啊 你写出来了 关汉经写出斗格渊来 你看斗格渊这个戏 到今天 京剧 平剧 河北帮的山西帮的秦枪 到今天还演 你说这一个故事 他从元朝写出来 到现在 2020年观众还演 他并没有因为说 这个戏 这个故事 好几百年没人看了 相反 年头越多 越有人爱看 所以说 我们不能妄自揣测 说就是因为没有编剧了 他跟着没关系 像唱戏这个事 他卖的还是演员 编剧什么的 还是排在之后 那有人说 说你这来回拉抽屉 说来说去 到底原杂剧 为什么没了 各位 时代在发展 社会在进步 因为搞戏剧 搞演出 取义 说像 归了包堂 以我的见解来说 其实啊 我们是服务行业 那我们是为了观众 为了客户所服务的 你包括我们就开个店 卖包子 卖包子 哎呀 天天的红糖馅的 豆沙馅的 这个肉的 那个菜的 大伙来吃 吃的吃的 说这里边啊 你们有一个芥末馅的 我们不爱吃了 没人买 没人买 我们就不弄了呗 我们就专门看看 哪个销量好 就卖哪个呗 一人唱戏的目的 他是为了挣钱呢 对不对 而且随着发展 包括这个朝代的更替啊 天下的战乱呢 从元朝到明朝到清朝到近代 他一步一步的走下来 他这个戏剧也是往前走的 啊 你包括到后来 昆山腔出来之后 这个好多文人默克也帮着写 确实昆曲是由于他们这些个文人默克的帮忙才兴盛 但是咱也得承认呢 要没有这些个文人默克的帮衬 到最后这昆曲 他也不能说冷清成那样 您想啊 都市大文学家写的昆曲剧本 有几个卖菜的 他看得懂四六八句 对不对 为什么好多唱戏的词里边就是水词呢 所谓的水词就是人来带过马能行 啊 什么这个都是这类的水词 哪一戏都能用 没有什么文学性 但是老百姓看得懂看得明白 所以到后期 为什么昆曲不像当年那么火爆呢 他就跟这个有关系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一句话 艺术是为观众所服务的 反正这些个老的知识 大伙懂一点也没什么坏处 你比如说今天我说的这些个 您可能都没记住 但是咱们打赌 您各位一定会记住了什么叫童豌豆 行了 天也不早了 那咱们就聊到这 下回咱们再接着说 天也不早了 去哪里 前面 天也不早了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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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 大